主裁判不解风情 小特永不格挡 火箭空难进决赛 霍师傅阴沟里翻船 丹尼·沃尔斯承包了一天的笑点 昨天的四场球都很有意思 别急 咱们一场一场的来 本想秀一下干法的冲哥 可惜白球没有穿过来 有点尴尬了 他此刻让裁判擦一下粉球 弄得主裁判涛哥有点懵逼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想趁主裁判拿开粉球时 偷袭一下篮球 但是没想到 涛哥不解风情 将定位器留在了上面 让你去看观众 你就看呗 非要转过来 当中拆穿 弄得本来就缺少 幽默细胞的冲哥 瞬间尴尬了 这三十名的差距得承认 恭喜徐斯吧 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下面来看看 永不可挡的小特 除了在试景赛 输给杰克琼斯之外 小特在排名赛 已经有十个月 没有输过球了 本届西安大奖赛 打了五场球 一共只丢了四局 唯一遗憾的 就是没有破百 这难道是想把第二位 千干破百的头衔 让给老张吗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双方的第一局 这个球很有意思 小特做的这个斯诺克 其实相当难解 吉尔伯特的白球 已经插着黄球过去 这个赛力 几乎已经到了极限 目前小特落后三十分 减去罚分 落后二十六 没有进攻的机会 裁判进行了复位 下面来看一下 吉尔伯特的第二杆解球 这杆球 它稍微的解身了一点点 马上就碰到黄球 接下来虽然形成了自由球 但是篮球被打死 红球的位置也并不好 现在还落后了二十二分 这杆球啊 完全可以让吉尔伯特 再多解几杆 因为之前的篮球位置很好 只需要吉尔伯特 把绿球K开 等球形好的时候 再来进攻 这个局面 绝大多数职业选手 都会让吉尔伯特重解的 而小特 没有选择当老六 接下来 咱们就来看一下 小特的精彩表演 一切都在计划当中 这杆K球 天若惊鸿 这样的逆转 怎能不杀人又出心 大打比赛 让你感觉不到 竞技体育的那种氛围 但是偏偏又有 七套大满官的加持 绝大多数选手 下面咱们来开心一课 看看大英帝国的青年才俊 如何气得霍师傅 差点两腿一瞪 当时就撒手人寰 这个青年才俊的梗 咱们待会儿再说 此刻的丹尼沃尔斯 已经超了四分 这颗带口的绿球 大劲就结束 这颗对于业余小白 都没啥难度的绿球 只不过是今天 这个小品的开始 接下来还有这样 还有这样的翻呆 当然这些进攻 比起刚才那颗绿球来说 都不算啥了 下面霍师傅的 这杆篮球的斯诺克 只不过是权宜之机 因为要解到 实在太简单了 下面咱们来看 这个丹尼沃尔斯 你爬下去就打 随便加点赛 想解不到都难 但是接下来 他偏偏要装逼 非要搞得很慎重的 过来看一眼 大哥 我就问你 这颗球 白球要想从 篮球的上方过去 估计还怕 有点难度吧 就是这么 自作聪明的一下 如此简单的篮球 居然没解到 这一下分够了 好 这个时候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丹尼沃尔斯 他是目前英国的 现役球员当中 韦尔获得过 保罗亨特基金赞助的球员 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被英国的媒体称为 青年才俊 未来之星 顺便说一下 另一个获得这个基金的 是小司机 下面来看看 霍师傅的接杆防守 一向好脾气的霍师傅 此刻恨不得 给自己两耳光 接下来就轮到咱们这位 青年才俊的表演 很紧张 不行 下去再撸撸求干 就这样 这个过程 他又给搞了一分多钟 接下来 这位青年才俊 打了一个 九点九环 我不知道 霍师傅的细胞 被杀死了多少 就这样 在这一阵一阵的 惊吓当中 至少 他还活着不是 现在呀 最可怕的情况就是 丹尼沃尔斯 拿着一把左轮对着霍师傅 里边只有一颗子弹 每一轮 他都对着你打一枪 关键 你不知道 他哪一枪响啊 接下来的这一阵防守 对于霍师傅来说 他可能认为是 全场最安全的一次了吧 刚才受了如此多的惊吓 霍师傅也安心地 坐在了座位上 就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强响了 很遗憾 此刻的镜头 没有给到霍师傅 但是这种万箭穿心的感觉 大声动得 此时此刻 最理解你的人 应该是 麦吉尔 好吧 把这位青年才俊 交给小特吧 看看他在帮主的见下 能过得了几招 心疼一下霍师傅 当了一辈子的背景地 今天可能是最憋屈的一次